本年冠牧群中共有一把控制的老人用餐古店 并且每天就有9000位定位在社区吃中到等 代表到冠来的老年增口美类不得吃完 也非常需要社区等起来到3天 在处管党中立誓也有点清晰等 跟老大人做回用餐 亲心了解社区辞求 为在厚卫定的3号社区 因为用餐人手就有百多位 大家吃饭要分作两个部落 因此它也会用关乎表达 未来可以整个更大的公共空间 让社区辞用 中部的一个来到社区外当中心 准备要吃中到等 同一个时间赌榜亚当在看饭菜 3号社区中共有三个部落所造型 不仅用餐人手5156位 管党党的先希望透过情心照烘丁清晰等 了解社区辞求 透过这个吃饭的平台 我们也希望不论是唱歌五六人 或是学生人或是老人共学 这都是非常好的平台 所以我们社区会进入 跟我们每一个这个长青食堂 去做一个关怀的据点 结合很多社会资源一起来 为我们长者前辈来设计 一系列的这些活动 来到社区用餐的人 也因为都是老大人比较多 所以社区也用心整个菜单 每天的菜式不一样 也一定有鸡有肉也有菜咖 很好的方便 那你穿得很好 不错 穿得很好 健康啊 老大夫要饭大厨 来这比较好 来这比较好 对 老大夫要饭大厨 来这比较好 那比较好 那这有话可以吗 有啦 就跟老大人家那里来 没什么来 咱要既然是他們用心付出 他們處有神經驗宿主動關鍵 要幫助社區推動良情洗燈 非常感動於我們里長跟里市長的用心 所以一耳聞說 台北康寧基金會有一筆費用 想要來贊助我們偏鄉的長青食堂 就特別向他們爭取 來支持我們三合社區 一個月五千塊 雖然不是很高的金額 但是也很希望 這筆金額能夠讓我們的這些長者 吃得好 吃得健康 吃得營養 希望能夠幫助到他們 不過社區當中心的空間不太大 他們家吃飯的地方都會分成兩位 里長林君三表示 希望電工廁跟廣府 才能聽到他們的訴求到幫忙 有夠的地方我們也會專業來預助 當然這就是大家充分要利用空間 主管我們好好的做充分的分會 但是管政府沒有法度的我們為中用來政策 四年府內關係全國都化 第二關的關係 不過政府也直接推動老人好利進職 營養社會結構的變化 讓我們的老婆婆可以安心在地都化 記者台語從不到 那是一部的名字 叫做充分的 總在那邊 市場 我 有 我也不知道